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朱家団王就是传统的现代 第七代 第一代 牛水师 师祖 朱家団王就是朱家団王 朱家団王是第二代 朱家団王 第三代 我师父 朱封华 朱总 朱封华 都留在难道 朱封华又在 adds 朱封华又死兄弟 阿姨 還有一堆 阿姨 還有一堆 阿姨 還有一堆 但是呢,以我來催促,豬州,就因客家的口音,又是跟那個師組來的。 我們稱呼為流水律師公,就是朱冠華的師傅,大家都發揚當大的。 他呢,是周家堂,我們是朱家堂,分別了啦,周家和朱家。 有人打過電話給我,鄭師傅,朱家和周家有什麼分別,我不是同一派。 對啦,我沒有說謊的。 爭在那些口,那些地方,地區的問題,那些口音,又是那一派。 所以今天很多,很多,即時打電話來問我。 哦,那是什麼人來的呢?是同門,還是武林界的朋友。 武林界的朋友。 是,武林界的朋友。 是,和平後呢,我才學的。 和平後呢,在紅磡那邊嗎?是嗎? 不是,在九龍石學,一向都是九龍石學。 是。 當時呢,我在王大仙傳。 是。 就是和平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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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學過第二個師傅的。 是我學師傅的。 那時候有三話,是嗎? 三話,哪三話。 流水出三話。 朱冠華, 譚華, 林華。 流水出三話,出了名的了。 去過衛州來。 我住了兩晚。 訪問衛州, 我的同門。 他沒有說螳螂, 朱家教。 也沒有說周家教。 證明是, 我的師工呢, 就是, 朱瑞師工呢, 就是觀音個人來的。 喜利。 請師傅, 剛才我再問多次一件事。 朱家螳螂, 各派現在香港都叫朱家螳螂。 其實朱家螳螂裡面, 本身所打的套路裡面的招式, 有沒有螳螂的風格在那裡呢? 因為名字叫螳螂, 但裡面真的沒有螳螂招式。 這個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呢? 以我所知呢, 都是朱家螳螂。 那香港怎麼會吊螳螂呢? 香港為什麼呢? 螳螂呢, 你曾和平前呢, 就是朱家螳。 是。 和平後呢, 就是抗戰之後, 擴穿後要加到螳螂 螳螂是這樣的 螳螂是這樣的 螳螂就像螳螂一樣 螳螂吧 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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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螳螂